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抵达圣彼得堡 与白俄罗斯总统伍卡申科会面 不料下午2点40分左右 一辆列车从市中心人流密集的科技学院站 开往仙纳亚广场站时 其中一节车厢突然爆炸 强大的爆炸威力把车门炸到扭曲变形 玻璃窗户碎裂 车站浓烟密布 多名死伤者倒握在血泊中 惊恐的乘客争先恐后 从碎裂的窗户跳窗逃离列车 有人高喊救命 有人尝试从车厢抬出浑身鲜血的死伤者 地面上拖出一条长长的血痕 场面犹如炼狱 大批警车和救护车不久后赶到现场 疏散车站内的群众 并救出多名血肉模糊的伤者 初步调查发现 袭击者使用了装满金属碎片的爆炸装置 并将装了炸弹的手提箱藏在其中一列车厢后 引爆炸弹将杀伤力放到最大 至今已经夺走了11条性命 当中7人当场死亡 另外还有至少45人受伤 反恐部门事发后又在另一座地铁站 找到另一个藏在灭火器下的爆炸装置 索性当局已及时拆除 才不至于发生另一起悲剧 俄罗斯媒体报导 调查人员调阅壁录电视画面后 暂时锁定一名带着行李箱 进入其中一个车站 疑似中亚裔的可疑男子 调查工作已经交由反恐委员会跟进 意味着当局怀疑这是一起恐怖袭击